知道呢你有没有看过在这个废铁工厂里面 呃这个大怪手呢怎么样把这些废铁呢给他夹起来 如果你真的看过的话你就会知道他其实并不是被夹起来的 而是被吸起来的 而且他所利用的呢正是电流的磁效应所产生的磁场 你说可是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力量能够把整台这样子报废的车给他吸起来呢 有的因为我们可以用一些方式让这个电流所产生的磁场变得很强 而这个大绝招就是利用螺线管 这个螺线管呢就是我们要介绍的第三种 这个用电流产生呃这个磁场的方式 第一个我们刚讲的嘛长直载流导线 它的方式跟载流欢形线圈 那螺线管呢则可以说是这个加强版的载流环形线圈 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 其实螺线管的构造如果你去查一下的话呢 其实它就类似像这样子 一个线圈上来之后 它呃往下的部分我用虚线 这样比较好体会 然后呢再往上转上来 再往下呢又是用虚线 然后再往上转上来 然后呢往下用虚线 然后再往上转上来 这样子的方式 然后最后呢电流出去 所以呢如果是这个方向的话 你看它的电流就是这样子 然后往下流下去 然后再流上来 再流下去 再流上来 再流下去 那最后呢从这里流出去 它看起来其实是像什么 像弹簧的样子啦 这个图如果大家 还是有点看不懂的话 我再画另外一个图好了 比如说像是这样子 这个图这样下来之后呢 它转出来 然后这边过来 ok 这样应该就比较明显了 这样我可以先控起来 让这个可以转过去 这里先控下来 让它可以转过去 可以控下来 然后转过去 然后最后呢下来 好这个呢就是所谓的螺线管 所以我们螺线管呢 可以看作很多很多个什么 很多很多个这个环形线圈 所以呢磁场的方向 基本上也可以用 这个环形线圈的判别法 也就是用我们的右手法则 来判别 只是这个右手法则的判别方式呢 是四肢指头代表的是电流方向 而大拇指代表的是磁场方向 所以以这个图来说的话 我们画一下 它的手指头应该要长什么样子 就应该要长的是 这个样子 嘿 应该要长的是这个样子 手呢握起来 然后 这边是大拇指的方向 哦大拇指画得太长了 有点恶心 大拇指的方向 OK 所以呢你看 这个电流方向如果是往这样转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四肢指头 就应该像是朝着这个荧幕的方向呢 过去 所以你右手的大拇指就会朝向左方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代表它的磁场方向 就是这个样子 OK 它的磁场方向呢 就是向左 N级在这里 S级在这里 所以这边的磁场方向也是一样的 那螺线管内部的磁场呢 几乎是非常非常均匀的磁场 因为你看它的整个磁力线呢 在这个里面呢 都是很这个均匀一致的 在外面的时候才稍微有弯曲 在里面的时候 基本上呢 都是非常均匀的 所以它在这个线圈内部的这个磁场 其实是非常强大的 非常强大的 我们这个磁力线 蓝色现在在画的是磁力线的部分 好 那我们就来讲一下 这个螺线管内部的磁场强度呢 跟什么样的有关系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方向嘛 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强度 基本上呢 螺线圈内磁场的强度呢 是跟这个导线缠绕的紧密度有极大的关系 应该就是说正比于导线缠绕的紧密度 导线缠绕 缠这个字有点难写 我们把它写好一下 导线缠绕 这个缠呢 等一下我们还是写错字了 把它调整一下 导线缠绕的紧密度 什么叫做导线缠绕的紧密度 我们给它一个更精确的定义 也就是单位长度内所含的线缠绕 杀数 单位长度内所含之线缠 杀数 线缠 杀数 你说什么叫做单位长度内所含之线缠杀数呢 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 简单来说啊 比如说同样是缠绕五圈好了 你可以缠绕的很缠绕的 你可以缠绕的很紧密 像这个 应该可以算是一圈 两圈 三圈 四圈 五圈 OK 好 那我们如果缠绕的更紧密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变成这样子 画一下这个图好了 可以变成一圈 然后两圈 三圈 四圈 五圈 OK 这样子呢 就更紧密了 那如果同样是缠绕五圈 可是它却缠绕的比上面更紧密的时候 这个时候下面所里面产生的这个磁场的强度呢 就会是更强的 OK 这就是所谓单位长度内所含的线缠杀数 如果我们的单位长度 比如说 这是一公分好了 举例来讲如果这样是一公分 好 这样一公分内就含了五圈 而这里呢一公分内可能只含了2.5圈 所以这样子的话 当然就是下面的强度是比较强的 OK 所以磁场强度呢 会正比于这个导线缠绕的紧密度 OK 这个符号我们念作正比于 OK 那更厉害的是什么呢 这个螺线管呢 因为它中间有这个空的地方嘛 所以如果你给它插入一个软铁心 我们给它插入一个 就是比如说像是铁这样子的物质 给它插在这里 插在这里 插在这里 那当它一通电之后 不是因为会产生磁场吗 那这个软铁心呢 它就会硬起来 这讲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所谓硬起来意思是说它就会被磁化了 这个软铁心呢 它就会被磁化 而整体这样子的一个构造 就是一个强而有力的电磁铁 OK 那你加入软铁心 你知道它的磁场强度 甚至会增强到多少吗 它的强度会是空心螺线管的百倍 甚至是到一千倍 所以这真的是一种很强的这个力量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大怪手呢 它可以用这个电磁力呢 去把用应该某种是电所产生的磁力呢 把这个废铁吸起来 而且它有个非常大的好处是当我们把电源切掉的时候 这个铁呢又会自动掉下来 要吸起来的时候再把电打开就好了 所以这就是电磁铁比那个永久磁铁还更方便原因 因为永久磁铁 你不能够突然把它的磁性变不见嘛 对不对 但电所产生的磁 你只要把电流关掉就可以了